接下來要跟各位說的就是 我們大器的功用 它對我們的保護 保護 OK 有三個保護 維護生命 阻擋外來危害 調節能量和溫度 重要考試會考 比較快考試 第二個 阻擋外來危害 第一個是維護生命 第一個是廢話 大家要行呼吸做衛生要吸收誰 陽 放出二氧化碳 主要光合中要吸收誰 二氧化碳 放出氧 誰給我氧 誰給我二氧化碳 大器 所以大器提供我們維護生命 所需要的氧氣跟二氧化碳 所以它說維護生命 我們郭西座所需要的氧 光合中所需要二氧化碳 都是大器給我們的 誰要維護生命 第二個是我以前教過的 我在講水圈的時候講過 世界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鹼 非常熱 非常冷 壓力非常大 你覺得不會有完略活得下去的地方 我們都發現了生命的蹤跡 共同跟是什麼 有液態水 所以我們的大器藉由水循環 蒸發凝結降水的過程 把液態水送到世界各地 使世界各地都有機會繁衍生命 使世界各地的生命都能夠得到它所需要的液態水 所以它維護了生命 透過水循環的過程 把水送到世界各地去 到世界各地去 叫做維護生命 第二個叫做阻擋外來危害 有兩種 擋得住看得見的跟擋得住看不見的 看得見的 渣渣 好 宇宙中一些灰塵渣渣 小顆粒什麼挖溝的 衝進大氣被跟大氣摩擦 然後發光發熱燃燒 叫做流星 燒過完渣到地上叫做隕石 所以我說考試考過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因為月球沒有大氣不會摩擦發光發熱 月球沒有隕石 有 渣掉就叫隕石 我們因為有個大氣層 所以今天渣渣進來 大部分都被燒掉 只有少部分會渣到地上來 所以地球不會像月球表面一樣坑坑巴巴的 就是我們阻擋外來危害 擋得住看得見的 還有擋得住看不見的 剛才講了一個叫做紫外線 現在講一個叫宇宙射線 講義的知識快遞有寫給你 宇宙射線大部分只指的一些高速的 高速的帶電例子 擋得住這些高速帶電例子 那個在最上面的真溫層以後會焦 被吸收掉 叫做擋得住看不見的 看不見的 所以保護了我們 不讓這些高能力子來傷害我們 叫做阻擋外來危害 擋得住看得見的 擋得住看不見的 OK 最後回到調節能量 一個是剛才教過的 溫室氣體 它吸了熱放的熱 讓地球保持溫暖適合生物生存 有溫室氣體的時候 我們的平溫溫是吸熱放的平溫度是15度 沒有它們會是零下18度 我們大家都變成冷凍豬肉 OK 所以有了它使地球保持溫暖適合生命生存 而且我們有又不會太多 如果我們跟金星一樣說那也不用完了 表面溫度15-100度 我都適合當地獄用 現在會化掉 所以也不行 所以我們有溫室氣體 有 但是又不會太多 加熱的剛剛好 讓我們適合生命生存 所以這就是 就是調節能量的第一個 第二個是辣 辣來 我們講過赤道很熱啊 南北極怎樣 很冷 可是水會 大氣會循環啊 熱的東西會上升 冷東西會下降 會辣來 熱的往冷的送 冷的往 熱的送 熱的就不會太熱 冷的就不會太冷 這樣就是 溫差就不會太大 所以前面交過你 只要沒有大氣沒有水 溫差就很大 月球沒大氣溫 溫差大 水溪沒大氣溫差大 火星幾乎沒有大氣溫 所以溫差也大 所以就是 辣辣 調節能量的關係 又是我們的保護 請跟各位介紹了一下 大氣對我們的功用 保護了 維護了我們生命的生存 阻擋外來的危害 同時調節了我們的能量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 是科長練習